大家好 我是Heartek 台灣總代理寶哥 那今天來為各位介紹的是有關於整個 Heartek 很熱賣的電子快排 那就三個主要的元件來一一的向各位介紹 那三個元件呢 這個快排的組合是這樣 第一個 線組 那目前這邊有排列的三種線組 那等一下一一介紹 接下來是另外兩個元件就是感應器還有主機 感應器在這邊 主機在這裡 先介紹線組 因為線組是我們在安裝的時候呢 在跟車身比較有重大關係的 因為幾乎很多的車子都要去下油箱 下空率 那才可以接得到 那線組有哪幾種形式 在這邊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們有接噴油嘴的 有接烤耳頭的 那也有接高壓線圈的 再從編號上面就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 F 開頭的就是噴油嘴 然後如果是 P 開頭的呢 就是跟斷電有關的 斷電有關的 然後這也是 P 開頭 那 P 開頭的有兩種 一種是烤耳頭 一種呢 就是要接高壓線圈 這樣大家應該比較了解 然後後面間接的數據呢 是它的這個對數 像這個呢 就是有兩對 這個呢 P4A 就是有四對 總共有四對 P2T 是有兩對 好 OK 那這個噴油嘴的部分呢 因為它們都是屬於這種接頭式的 這個都很簡單 都對接而已 所以這個我先把它先測掉 我們專心來看這兩種 這兩種是比較就是 比較不一樣的 那在烤耳頭的部分呢 其實也都是很簡單 都是對接 那各位可以看到這邊有貼一個紅色標籤 紅色標籤的意思就是 它呢 抱歉 它呢 會接這個電源跟轉速訊號 會回接給我們的快排主機 所以 這個線組是一定 這個插頭是一定要用上的 那怎麼說叫做一定要用上 因為各位可以看到它的編號叫做 P4 就是它有四對 所以呢 它也可以用在三缸的車子上面 它也可以用在四缸車 三缸車 雙缸車 甚至連單缸車都可以 但是 隨著你的 你用的這個缸速的不同 你當然就會有空下來 比如說你四缸車用在三缸車上面 你就要空一個 一對的插頭 所以絕對呢 是不能空到這個貼紅色標籤 也就是說 其實養成一個習慣 紅色的插頭這個呢 就優先 第一個先把它接上去就對了 那至於說 四缸 三缸 兩缸 這個有沒有順序之分 其實沒有 因為它是一起斷 一起斷電 一起斷油的 所以 沒有次序之分 只不過呢 你就是習慣 先把它用掉就對了 先把這一對用掉 就對了 所以這個烤耳頭的呢 就是這麼簡單 那這個也就把它跳過了 跳過 那當然它們都有一些共同的部分 比如說 你會在這個袋子裡面 看到一個叫跳接插頭 跳接插頭 這個是什麼作用 就是說 當我線都接好了 快排也在運作的時候 然後呢 這個插頭 你一定是要隨車攜帶 那我們會希望你呢 就是把它 串在這裡 串在這個主機的這條線上面 這個尾巴 這個紅色的電線把它這樣穿過來 隨車攜帶 當你車子如果在外面發不動的時候 然後你懷疑是快排造成的話 那你可以把主機 這一端呢 線主的另外一端就是插主機 這一端 你可以把這個主機實體分離 然後呢 把這個跳接插頭 往這邊一插 那它就會跑整個原廠的線路了 如果你跑整個原廠線路了 你車子還是發不起來 那就跟快排一點關係都沒有 那如果你就這樣就可以發動的話 那就是跟快排有關係 那我們就是先回來 再來處理 到底是哪個地方有問題 好的 那麼 這些高壓線圈的部分呢 可能是比較 有點小困惑的地方 但其實我們都有圖面 可以給各位做參考 其實也是非常非常非常的簡單 請大家注意一下 然後我們其他的部分呢 就是會跟各位呢 再做一些更進一步的解釋 那首先暫時先解釋到這邊 讓各位大概先知道一下 所謂的這些 可以 烤耳頭 噴油嘴 或者是說高壓線圈 它有這樣的分法 還有就是說它的編號是怎麼去看 它是斷電的還是斷油的 還有它的對數的問題 還有最重要的就是 貼紅色標籤的地方 是什麼意義 OK 那先簡單介紹到這邊 先簡單介紹到這邊 謝謝 謝謝